7月20日由香港各界逾百位人士发起的守护香港大会在香港天马公园举行 与31万市民首举标语高呼口号 表达反对暴力 维护法治 守护共同家园的心声 大会形容这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的机会 当天下午5时 守护香港大会正式开始 来自全港18区的香港市民齐聚天马公园 尽管当天大雨滂沱 市民们始终坚守 守护香港 香港加油 拒绝暴力 维护安宁的呼声响彻上空 会场中央 守护香港的巨型标语分外夺目 主会场外的维多利亚港上 十多艘渔船在维港内缓缓巡游 鲜艳的国旗和香港特区曲旗在船头迎风飘扬 香港各界代表陆续上台 表达自己的心声 前警务处处长邓静成携退役警察及警察家属上台 邓静成带来近日在执法中受到暴力袭击的受伤警员录音 警员称会继续以专业及打不死的精神为大家服务 随后 梁爱施 谭慧珠 何军瑶等香港法律界人士 亦发表讲话 强调暴力袭击是严重违法行为 呼吁大家冷静对话 将香港搞乱终将危害下一代人 接着 旅游界 教育界 低视界 一界 少数族裔代表 青年代表 明星 立法会议员 亦纷纷上台 呼吁社会保持理智与和平 团结一致 为香港未来加油 台下 香港市民们意情绪高涨 不少市民写家带口 走出家门 为香港加油 很心痛 觉得香港今天变成这样 我真的哭了几次了 觉得警察是保护我们广大市民的 为什么你要打警察 如果我们香港没有警察 你可想而知我们会变成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带着我的小朋友出来 就算怎样落大雨 一定又出来 今天一定又出来 香港是我们的家 不可以让他们是这样继续下去 你这些年轻人都没有出路 如果是这样搞法 你们还有很长的条路 为什么你要搞到民不聊生 搞警察去搞治安 相当之憤慨 不空都要来 一定要支持警察 支持政府 我居住巴基斯坦 永远要保持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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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并不想香港 永远要保持平安 我只想要来 永远要保持平安 保护香港 希望大家就和平理性地去解决这件事 我32年 没试过香港的环境那么差 除了沙士那段时间 的士司机是首东其冲的 我自己现在很惨 我每晚踩到12点钟都过不到山 所以说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 繁荣的社会 一个平台 给我们的士司机去饭吃的 香港地士司机从业园协会会长黄大海称 这样的现象是大多数 截至7月初 协会共收到过千位的低市司机投诉 整体月营业额下降了40% 黄大海呼吁香港社会尽快平息 让市民生活尽快恢复 同样深受暴乱影响的还有香港旅游业和零售业 旅游业雇员总会理事长梁芳远称 6月12日正式香港旅游展 业界目睹香港一片混乱 陆续由旅游团取消行程 旅游业 一落千丈 全港各区工商联会长鲁锦轻一表示 暴力示威让香港营商环境持续变差 零售业界已怨声载道 希望尽快恢复繁荣稳定 重现购物天堂 我们见到很多商家的反应 很明显的游客都少了 因为特别我们工商界很多是做零售的 反应回来是最近一个月 过零月影响的营业雅下控到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不等 那这些再这样的选择下去 你想像一下工商界的营商环境已经有来差 那些生意有来跌下去 那会出现了很多失业率 那对香港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打工大家的务工开 所以我相信我们站出来我们希望维护香港的经济 晚上七十许 集会接近尾声 香港特区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 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 李慧琼 马逢国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先后上台 呼吁大家守护香港 全民加油 随后一众青年代表宣读大会唱一书 最后台上台下和唱一曲狮子山下把集会推向高潮 与会者纷纷希望社会各界可以如狮子山下的歌词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团结一致 恢复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和谐社会